好,在这个单元我们要讨论的是 如何统计相邻储存格 皆为同一数值的比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范例工作表 如果我要统计的是相邻的两个储存格 皆为1的比数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我们写等号 我用刮符来安排 刮符怎么样 A1到K1 等于1 有没有 那这时候注意到 你不要去看这个 要看哪里 在这个地方按F9 按F9他会跟你讲说 这些格子里面哪些是符合1的 有没有 好,我们看到这个答案就一个 Enter以后就看哪一个 C1 C1这个格子是1的 其他都不是有没有 然后呢 假设说我今天来讲呢 我刚刚用刚刚的公式来做一样 刮符A1 冒号 干嘛 K1 然后呢 等于1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注意到了 然后呢 我们要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这个刮符 请你放在外面 然后在乘上 这是Enter的关系啊 乘上什么呢 一个 B1到K1 有没有 或者你刚刚你要到L1 也可以啦 然后呢 刮符 是不是等于1 有没有 第一个是A1到K1 然后这边呢 因为第二个是怎么样 差一格嘛 所以从B1到L1 等于1 有没有 然后Enter 或者你按F9 可以 F9要先看一下结果 F9 有没有看到他答案是什么 因为他是end 就会出现 都不对 有没有 所以特别注意到 就是干嘛 没有一个符合的 那我们重新来一次 A1 我要先打个括号 不好意思 左括号 A1 我用直接框好了 比较快一点 因为这个 比较慢 A1 等于1 然后乘上 左括号 B1到L1 有没有 等于1 OK Enter 答案是0 全部都是0 注意到答案都这边都是0 我们忘一下啦 好 这时候注意到咯 有符合条件的有几个 有这个 有没有看到 这两个都是1的 符合条件有没有 这两个也是1的 第4个 这两个是1的 符合条件 有没有 再来第6个 有没有 所以这时候你注意到 答案注意到 它这是一个阵列 把你算出来是一个阵列 那我要算它的加总怎么办 加总要怎么算呢 很简单 我这边呢 就变成干嘛 外面加一个什么 上 PRO DUCT 左括号 右括号 然后这时候它就给你讲0吧 因为没有符合的 那我再点两下往下拉10 就看到有没有几个 一个一个 这边有两个 两个1 有没有两个 这边都一个 这样子作业 它是干嘛 储存的都是1的 1的 那外加你今天题目改了 我们题目改成2 就两个 我们先看一下两个 有没有 它就有一个 有没有 你要最好这样一组 这样子是两组 I跟J J跟K 所以三组 有没有 三组 点两下 你就要看到有没有 这边的出现结果 它出来了 那有的学会问 这是相邻的两个储存格 那外加我要把它变成 三个储存格 有没有 三个的话 就在欧栏 做一下给你看 我们就需要 在干嘛 再乘 在乘上什么呢 左括号 第三个应该是C1 就第三个范围 C1到 什么 N1 等于1 有没有 然后呢 干嘛 上普大特在外面 还要再按一个右括号 把它 圈起来 所以它答案就一个 有没有 连续三个二的 然后我们往下拉 有没有 这边有一个连续三个二的 哪有连续三个啊 一个 两个 没有连续三个二啊 一个二 写错了 有没有看到 我写到一去了 应该是二 写到一去了 所以应该就一个 连续三个 这边就一个 然后在这里呢 它是两个 有没有看到 这一二三 一二三 有没有 连续两组 两组 有没有 所以这个 答案就出来了 就是干嘛 你要连续几个 就干嘛 范围设几个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就像我一样 就像我一样 我一样